第18題 18時有提示題組 玉電指的是在生產電力的過程中 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0或趨近於0 對於環境衝擊影響較低 玉電的主要來源為太陽能 風力 生殖能 地熱等 台灣主要以太陽能及風力為主 玉電具有低污染 低能耗 可持續的優點 是當前世界各國積極發展的新型能源 綠電標章的標示如附圖 第18題是問我們說 根據能源的分類 綠電應該屬於哪一種能源 老師上課的時候教 能源有分作初級能源跟次級能源 而初級能源又分作再生能源跟非再生能源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所謂的太陽能 風力這些東西都是屬於再生能源 所以第18題問我說 綠電應該屬於哪一種能源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初級能源 再生能源 有人提到 這裡可能還有一些是次級能源 我們暫時不加理會